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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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DATA VIDEOAR PUSHVL00270 WDATA VIDEOAR PUSHVL00270 在接受采访时 红队主帅李南也谈到 了即将在亚运会上要望面对菲律宾规划球人克拉克森 一是 李南表示 克拉克森的突然参赛 并非自己所能控制 中国队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打出自己的水平 最终赛成给到我手里的是21号第一场打菲律宾 所以我们大概是17号打完四杯后 从深圳直接出发 周琴和小丁 肯定会在四杯中登场 谈及之后一段时间球队的安排 李南说到 在李南看来 赛成的连续变动 的确会给中国队的备战带来挑战 他说 这应该会有影响 我们只能通过去联合时间上的安排 去迷补这个赛程上的不足 我们会在思想上和队员交流 反复强调比赛的重要性和残酷性 希望大家能够在集中精力准备两周的时间 在精力完四杯之后 能够真正的用饱满的状态进入到比赛中 眼下正是北京奥运会十周年 李南也回应了自己曾经以球员身份 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场景 出场前我们在球员通道里面围成一圈 进场之后看见满场的观众 有点润血沸腾的感觉 尤其是在第一场球的时候 感觉跟在国外打球完全不一样 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从而激发出来的战斗力也不一样 希望我们这批红队的球员 虽然在能力上达不到我们的高度 但是希望他们在对比赛的热情和作风上 能够达到我们当年的水平 李南说 今年的亚运会上 中国队将面对菲律宾队 而对手阵中色有望一位NBA球员克拉克森 一开始给我的名单上还没有克拉克森 我之前就知道他们可能有四个规划球员 三个个美国和一个欧洲的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也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打好自己的就够了 用最好的状态去打好比赛 李南说 克拉克森 我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 知道他个人能力比较强 比较年轻 打球比较有冲劲 而在谈到顶记赵季伟入选红队的田羽祥时 李南说 希望他能把最好的东西给到我们 能够弥补季伟不在时 我们在防守上和转块上的一些缺失 谈到孙明辉的伤病 李南表示 对我们是有些影响 但我们已经在尽力的去帮他调整 通过去练 比赛和要求 希望能让他尽快的回到他之前的那个状态中去